历代北伐显有圣计,为何朱元璋能十个月北伐灭元?原因只有六个字。 中国历史出现过很多次北伐绝大部分都失败了首次北伐胜利应该是明太祖朱元璋北伐灭元但其实这次北伐能胜也存在很大的运气成本朱元璋取代过,此兴后变成了一方诸侯。 那虽然是小诸侯但好歹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此时的,朱元璋仅仅是南方诸多军阀,中一支不入流的元朝自然是看不上他,当然元朝不只看不上朱元璋。 南方不管如何闹元朝管,都不管这是因为元朝正限于北方的乱局中无法抽审,而且元政府觉得只要解决了北方的乱局,南方那些小语小下面不值一提步。 或说实话北方确实乱刘福通的红金军,率先举起了北伐灭元的大旗斜百万,知诗声势浩当四路伐灭,由于兵力雄厚刘福通,几乎凭一己之力灭掉了元朝。 可惜的是刘福通出现重大战略失误,刘福通兵力虽然雄厚但都是一些盗匪,刘寇组织纪律性差单打独斗,可以集团军作战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人数,多弹战斗力不足,加上又被刘福通分成四路每一路的战斗力都无法与身经败,占得蒙古军抗衡,所以让元军各个击破了事想。 如果刘福通能够集中兵力攻打大兜,大元京城一破元帝国大势,去以另外此时的元朝,还有一位牛人查看天幕儿,蒙古人天生就有打战的天赋,此人出身低微,但却能通晓军事堪称军事,其才查看天幕儿赤手空拳通过数年时间,就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了。 而且在对抗刘福通的战役钟摆战摆上,平一极致力消灭红金军将即将倒塌,那大元帝国又给撑了起来。 查看天幕儿消灭刘福通后下一个敌人,就是占据安徽的朱元璋以朱元璋现有的实力,加上南方各诸侯四分五裂的乱局,恐怕统统都要被查看天幕儿吃掉片, 偏就在此时元朝来了神主公元军,自己乱了元朝部分军阀极度查看天幕儿, 宫高士大于一较高下,偏偏蒙古人,就喜欢争勇斗很查看天幕儿来这部剧。 于是元朝各大军阀之间,开始了同事操戈,那内斗可惜的是查看天幕儿虽然力, 害但鸣枪一挡,按见南方对手买通查看天幕儿,那属下把他给堵死了的就这样, 元帝国的顶梁柱,摊了查看天幕儿虽死,但,已经挑起来的内斗却远没有结束, 朱元璋趁此良机收拾了南方各大诸侯灭臣永亮坚章事成, 短短几年间朱元璋就统一了南方。 此时朱元璋回望北方发现好家伙北方的渊, 元大头还在打趁此,良机朱元璋命徐达魏帅, 常遇春魏先锋领二十万大军徽军北上, 这次北伐没交一个清松元朝各路军法早就不管大元帝国的死活, 那各地要塞的守城将士文器变将反正也没人管, 跟谁不是跟姐就打洛阳的时候碰得一些抵抗可惜, 碰上常遇春这么个梦人。 过不了几招元军就败下阵来,朱元璋仅用了十个月, 就早得烟云占领了大兜朱,元璋公斤大兜元顺利, 带着老婆孩子早跑了苦苦铁木儿, 李斯奇这些手握重兵, 还在内斗的军阀们眼睁睁, 看着元帝国轰然倒塌, 一时间无所侍从也不内斗了, 眼见大士已去自己的一方领土, 估计是守不住了, 纷纷携迦带口跑进了蒙古大漠, 成了蒙元的残余势力, 可以这么说元朝得有胜力量, 都是被刘福通的红金军以, 及元朝各路军阀内斗, 给浩健的朱元璋最大的困难, 在于统一南方等到他一统, 江南后发现元朝那点家底, 早就浩空, 朱元璋用了极小的代价就推翻了元帝国, 统一北方中原地区只能怨朱对手, 还送出神助攻, 原因总结朱对手, 神助攻。